国民党败选之后 行政院长毛治国请辞 马总统昨天上午到毛治国的家中去探视 但是却扑了个空 下午毛治国还是提出了内阁总辞案 并且随即请假到内阁交接为止 行政院长毛治国率领阁员排排座 拍下了所谓的毕业照 因为国民党这一次在总统和立委选举惨败 毛治国18号下午召开的临时议院会 提出内阁总辞案 毛治国现前已经透过行政院发出声明稿 希望由多数党组阁建立宪政惯例 提出内阁总辞案之后 将一直请假到新任隔魁交接 这段时间由行政院副院长张善震来代理 我想我们所有阁员都是一样 他前两天发了这个新闻稿的意思 不接受卫留我指的是应该是全体阁员 因为全体阁员不接受卫留 才有可能促成毛院长希望达到的多数党组合 对不对 不过马总统已经向毛治国提出卫留 18号中午还亲自走了一趟毛治国寓所 却扑空 虽然行政院发言人转述毛院长对内阁总辞心意不变 但是马总统已经指示行政院在总辞批准之前 政府一切正常运作不可以有看守心态 而马总统也请毛治国以国家大局为重 坚守岗位 记者王岐如成姓龙台北报道